我們現在呢就真的要來自己做看看 那您進到這個Focus Guide之後呢 其實先不用急 因為畢竟這些內容 這些範本 總是各位比較沒有看過的 那我們先從左手邊來 在左手邊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 做一些分類 有沒有,這裡有做一些分類 那當然VIP你就知道這不適合 不適合我們進去 你可以進去但是看了會傷心嘛 因為你看了又不能用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不要看就好 那 不要難過 因為呢我們這些的範本 24頁就夠多了吧 它反正範本還會陸續推出來 還會陸續推出來 那麼首先我們用Focus Guide呢 真的不用急 你先找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比如說像我常常會找這個 因為 所以它雖然是大陸的軟體 可是它有好處就是有中國風 雖然我們POWER裡面也有中國風的範本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很少很少 對吧 所以你點一下 它 這個軟體雖然 它是單機版 可是這些範本的內容 還是會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還會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所以呢你還是會稍微等一下 那每個範本下載時間不一 原則上通常都不會太久 好 那找到了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不是馬上開始做 因為它的用法跟各位之前的簡報方式不同 所以第一件事情先預覽一下 有沒有在上面這裡有個預覽 目前 你先預覽一下說 欸這個簡報 你喜不喜歡啊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你就按一下吧 老師昨天沒睡覺擦把這個做好 這樣不是就不小心做好一個了嗎 你也要給同學一些新鮮感啊 你老師用PowerPoint 他也會覺得 老師你怎麼都沒有長勁 對不對 好 那萬一這個範本你不喜歡怎麼辦 蛤 對啊 換啊 但是換有分兩種啊 一種是絕對不喜歡 所以就直接丟掉 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是叫騎驢找馬嘛 這個還可接受 但是我想要再怎麼樣 呵呵 我想要再找 所以呢 兩種方式 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這個不是你喜歡的 你就按首頁 它就回剛剛那頁 好 你就可以再繼續找 第二種呢 Focus在它可以同時開兩個三個都可以 也就是說我這個先保留下來 因為下一個難能會更好嘛 不是嗎 這個先留著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就是說你可以再按增加 這個時候呢 它會開另外一個Focus在它 不過 稍微留一下 如果你看到第三個 它就會給你警告一下喔 不要太花心 因為開第三個以後 你的電腦效能會變差 所以如果你開三個以上呢 它就會稍微跟你提醒一下 要小心一下 不然你電腦會變慢喔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再找看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 那點下去 記得 先 Play一下 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 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些放門都是你 絕大多數都不曾看過的 這樣總有新鮮感的嘛 哈哈哈哈 其實說真的 簡報內容我沒有辦法幫助你 但是這種外觀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大家 有些時候需要一些不一樣的刺激 對吧 因為內容要靠自己吧 絕對是要靠自己的 可是我們的簡報的方式 簡報的手法 簡報的工具 是可以替換的 是可以替換的 好 所以您先找看看 一個你喜歡的 你要來看看 還是要來看看 哪個手法 咪似人 我可以